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学习Latec排版软件 我们知道Latec是一个专业的排版软件 它的排版效果比Word要专业的多 尤其是在排版科技类专业的学术文档的时候 首先我们打开Latec的官网 我们知道运行Latec需要两个东西 一个是编译软件,一个是编辑器 打开官网以后我们找到这个get按钮 然后首先我们来下载一个编译器 往下拉,这里边有针对不同平台的编译器 我们看Windows平台下面的Teclive Teclive是最广泛使用的编译器之一 我们点进去 找到这个download按钮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Windows的自动安装器 大概是18兆左右 我们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这里边我已经下载完毕 就是这个 我们下载完了以后呢 双击这个安装程序 它会自动的完成Teclive的安装 随着这个网速的不同 大概需要的时间也不一样 我的时间是花了两到三个小时的样子 安装完成以后呢 我们就要做另外一件事 就是要下载编辑器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TecStudio 这个是功能非常强大的一款Latec的编辑器 打开这个官网以后 直接点那个download的按钮 我们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完以后就是这个样子 它是8兆多 我们可以直接双击安装 把这两个东西装完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个TecStudio的软件 我们可以打开它的界面 然后新建一个文档 新建文档以后 我们首先呢 要指定一个文档的类型 就是要新建的这个文档 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文档 我们可以用一个命令 就是Document Class 这个反斜杠代表的是Latec的一个命令 就是在Latec当中 任何命令都是以反斜杠开头的 Document Class呢 这个命令就是指定这个文档的类型 我们可以在这个大括号里面 指定这个文档的类型为Article 然后这个中括号里面是可选项 我们可以指定这个文档的字体为12个PT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在文档的开头呢 把这个文档类型指定完毕 下面就是要写文档的内容了 我们可以用一个Begin Begin Document Begin Document 删击 然后在这里边 自动的会有Begin Document和End Document 包含的一个主体 我们在这个主体里面写一句话 Begin Docum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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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完这个文档以后呢 我们可以保存 给它写个名字叫TUT1 保存 保存完毕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编译运行这个文档 点这个绿色的三角形 编译完没有错误 我们就可以点这个放大镜 可以来看它的编译的效果 这就是它实际的效果 或者是我们打开这个刚才生成的这个文件夹 我们看到这里边有一个PDF文档 我们可以直接双击它 这就是我们刚才生成的这个文档的第一句话 This is my first LaTeX Document 下面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文档里面继续扩充内容 因为LaTeX呢它的特长就是输入各种专业的符号 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出一个公式 the first time 这里边呢 $符号就是代表要输入公式的一个模式 用两个$符号中间扩起来的内容就是数学的内容 ten whole numbers is 再出一个数学公式 就是1加 6 7 9 10 2 3 4 5 6 7 8 9 等于55 现在我们来保存 然后编译 我们看到右侧的这个文档 它生成了一个新的行 或者是我们直接打开这个看得更清楚PDF 我们看到这里面有多了一行 就是first time whole numbers is 1加2加3加4一次加到10等于55 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呢 我们有的时候呢希望这个公式是另起一行单独在一行的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旁边呢再增加一个$就是两个$ 这个时候表示这个数学公式呢是单独一行的 我们可以再来编译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公式呢已经移到了下一行或者是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直接打开这个PDF文件 我们看到这个刚才的这个数学公式呢已经移到了单独的一行这样就看上去更漂亮一点 我们看到这个文件夹 我们看到这个文件夹里面呢有一个TOT 这是一个TAC文件 这是原始的这个文档 就是这个代码文件 好那么通过这个视频呢我们简单的学习了Latec的安装 以及它的第一个文档的生成 在后续呢我们会继续更新新的Latec的内容 谢谢大家如果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在下方留言